玻璃市州政府多名相关人士 爆出了一宗涉及60万令吉的贪污丑闻 6名男子包括玻璃市州务大臣 穆哈默·苏克里的儿子 因为卷入伪造文书和虚假申报案 而遭到反贪污委员会传照录供 这6名借于26岁到37岁的嫌犯 尽早被押往家央法庭 严扣两天以协助调查 除了大臣的儿子外 其他涉及者也包括 波州大臣办公室和州政府秘书 属任职的两名公务员以及承包商 根据消息这起贪污案可以追溯 至2022年涉及修复 保养 供应和服务工程 总值60万令吉 反贪会目前援引2009年 反贪委员会法令第18 伪造申索条文展开调查 波州大臣随后也证实 他的孩子被捕驻查 但他表示自己并不会太过忧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